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噴山科大的老師 同學 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謝謝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有機會來到著名的噴山科技大學 實力參訪我們學校在辦學以及產學合作方面 所做的重重努力 這一趟技職教育之旅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 一方面去了解我們的技職教育 在目前教育部所提出的種種計畫之下 有沒有一些實質的改變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非常希望知道 我們的產業界對於目前我們技職教育所做的這一些轉變 究竟是不是感覺到對於產業的發展是有正面的效益 那麼從昨天平科大開始一直到今天我們來到噴山科大 我在每一個簡報以及跟私生的互動之中 其實都聽到了十分正面而且積極的回應 我相信教育部在過去這幾年來所推動的 不管是聯方科技大學計畫 或者是今年即將要開始的第二期技職教育的再造計畫 都是正確的 我自己在行政院看相關的資料的時候 也常常在想 技職教育對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產業轉型、能力、 人才素質的這一個提升以及提供 其實扮演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們一般都會比較重視正規的學術學程的學生 我們一般談到的所謂名校或者是精英的大學 國外是建中、北米、台大、清華等等 但是其實除了這種高階的學術導向的研究人才之外 國家在各行各業以及各個層面的發展 都十分需要我們技職院校所創造並且培養出來的各樣的人才 就作為政府的角色來講 我們是要預見整個人口的變化以及產業的變化 還有國際經貿的變化 去擬定國家所應該要提供出來的方向 這個政策一旦制定之後 透過經費、透過補助、透過種種的措施 來引導我們社會各界一起往這個方向走 而在這個時候就也需要我們學校能夠 因為看得到國家的方向是什麼 它背後的問題是什麼 從而培養適當的人才 我們將來一定會需要像我剛剛所提到的 老人照顧產業所需要的人才 這種人才不是像我們現在一般所看到的 家裡面所聘請的外傭 用一個人對一個人的方式 在那邊付出很大的勞力的造福 我們一定要結合像台灣最具有競爭實力的 NCT產業 如何讓整個照顧工作更加的智慧化、人性化 並且如何讓我們的照顧人力 不是只依靠外來的人口 而是在本地就有足夠的人才投入 它就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物理工作一樣 是一種專業 並且它的薪水不低 然後它又能夠提供很好的服務 它能夠結合我們的科技 又能夠因為政府還有民間 比如說最近大家在討論的 受險業界的資金 如何導入到包括長照相關的這種服務產業裡面 從而讓各個基礎都能夠同步到位 這樣子才有辦法因應一個問題 我剛剛所以這個校長沒有講到 但是我偷瞄到的這個項目 我用它來作為一個例子 向各位說明的就是 國家的許許多多的發展 就是要這樣一環一環地扣起來 如果沒有扣好 我們就會出現過去大家所經常會批評的一些現象 就是學校創造了過多的社會並不需要的人才 而這些人才不管是變成流浪教師 或是流浪這個流浪那個 就是表示說他們沒有辦法為社會所用 但是我們的教育資源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浪費 但是國家所面對的問題沒有得到陰影 也沒有得到充足的準備 那麼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整個技職教育的發展 我就尤其感覺到責任重大 因為學術尖端的發展 永遠是會有一群在象牙堂裡面最頂端的 聰明的支持分子他們去領先跟突破 但是對整個國家產業的具體的轉型 如何透過我們技職院校 尤其是科技大學 大家共同努力地來培養適當的人才 給我們年輕人未來工作的機會以及希望 也給國家整個經濟發展一個穩定的基礎 並且有個官民的前景 這是我大家要共同努力的 最後先預祝今天的活動順利 也祝大家身體健康 歡迎收看 謝謝